甲乃亮微博怒对,造谣者必须追查到底。网友,亮哥真奇怪。 甲乃亮工作室在发声明。在李小璐夜宿事件沉寂这么久之后,甲乃亮工作室在发声明,痛批造谣者,制作假视频,制造甜心被采访,更子虚无有问妈妈给谁带绿帽的问题。 自卓伟曝光李小璐夜宿事件以来,事情一直没有结束。 先是旷各种黑料被封杀,接着是马苏跟黄以青开丝,然后马苏起诉黄以青。 随后整个嘻哈娱乐因为BQAM的影响,全面被封杀。 而对于甜心这次采访事件,竟然直指未成年,这种做法是非常不道德的。 甲乃亮最甜心的宠爱,我们都是能看到的。保护自己的子女是一个父亲的本能。 而这次有人为了不可告人的事情,而不惜损害甜心去做亮点,真是人心险恶。 甲乃亮见此时第一时间出现必要,展现了父爱的伟大。 到现在为止,李小璐还是没有任何动静。 希望李小璐风云早点过去,不要伤及无辜,特别是甜心。 造谣的人可以得到该有的惩罚。 网友对此发表了看法,亮哥消消气,绿帽你都能忍,区区网友根本不算是,甲乃亮就这样,给他戴绿帽的他不追究,说他绿帽的他就要起诉,他还是个孩子,请高抬贵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